喜欢英苏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看这部电影 因为我怕你会被气死 这部电影实在是太烂了 先看看网友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如何 第一名网友不走流程上来就开喷文化垃圾 第二名网友说没见过这么尴尬的剧情 那可能你没看过猪八戒传说 最后一名网友比较理智 求大家放过英苏 别再消费英苏了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部 网友求放过英苏的电影 九树之谷官其爱意义 这个一用的很恐怖啊 也就是说还有可能有第二部 看着第一部我脑管都快饭了 再看第二部我不得归西啊 言归正传 话说呀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大街上一帮人还挺吓人的 这个造型模仿英苏的人就是九树 我要插一句话啊 你就是模仿黎正英 也找个岁数大点的呀 你洗钱也要专业一点啊 这角色啥的你正经的弄弄 要不太明显了 这个人号称叫做九树 上来就给土地们讲讲人间传说 强行解释一下这帮人 到晚上到底是在干啥 其实就是故弄玄虚 跟剧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家不知道也无所谓 九树夜观天象 装蒙作样 手指发烫 就说有事情要发生了 果然呢 大半夜在野外 有一群僵尸蹦蹦跳跳的 我也不知道这群僵尸出现的意义是啥 根据我的猜测啊 导演这是想要这一个片段 剪在预告片里面 就在这个时候 快递公司在送货的过程中 遇见了一只蟒蛇 整个快递公司损失惨重 保安队的女领头 送给九树一个商者 对了 九树啊 在这里是开诊所的 医学和神学 在他这里啊 这一点也不冲突 保安队长带着其他手下 也来到了现场 发现这里的快递小哥都挂了 这可咋整呢 而且保安队还遭到了袭击 被一群戴面具的人攻击 死伤不少 你们千万不要纳闷 为啥有枪打不过有刀的 导演的意思我们都懂 其实啊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近战刀比枪厉害 这些面具人背后的指使者 是一男一女 具体是谁 咱们之后再说 九树啊 他们因为发现之前那个伤者不对劲 大半夜也过来了 结果遇见了刚开始 蹦蹦跳跳那群僵尸 九树他们就跟僵尸们大战一场 九树啊 用桃木剑发现僵尸都不怕 而且徒弟给人家千年杀之后 僵尸都很疼 没有错 僵尸竟然说话了 说自己菊花生疼 把这些僵尸都打跑了之后 九树就说了 这些僵尸都是假扮的 这不废话吗 在那僵尸还能怕菊花疼吗 又不是自伤指的 至于这些假扮的僵尸 到底是干啥来的 到最后我也没看懂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重要 咱们接着看 虽然九树是一个医生 但可是人家祖上好几代都是看风水的 所以一个医生在家里穿的跟个道士一样没毛病 虽然九树是一个懂法术的医生 但是人家心肠好 好奇心强 所以让徒弟调查一下附近三里发生过的事情也没毛病 徒弟调查完 回来之后就说 三里几百年前发生过一个大事 当时很多奇门蹲甲的人都来了 具体是因为啥 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好家伙 这徒弟可以啊 调查之间能查到几百年前的事情确实可以啊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发生了日食 九树一看 这是大凶呢 果然小镇上的殡仪馆发生了惨案 这里满地尸体不说 殡仪馆的老头子也嗝屁了 这可咋整呢 于是女领头去请九树出面 看看能不能调查出一些线索 九树来了一看 这老头死于阴毒 一开始我还在想呢 这阴毒是啥玩意儿呢 难道是老头子去了一红院中招呢 后来九树一解释就明白了 阴毒就是阴暗潮时才有的毒 听完之后 我这次毛测顿开 保安队长看到九树很不高兴 咱们调查案子 你请来一个医生干啥玩意儿呢 保安队长给女领头一顿骂 我们呢要相信科学好不好 结果保安队长也遇见了穿着清朝服装的人 当时给他下的裤子都掉了 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 咱们接着看 我也是懵逼啊 容我捋一下 九树啊 也看出来我懵逼了 他就说 这些人和快递小哥被杀 已经有关系 听九树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有关系 之前那个好像僵尸一样的人 现在又被面具人这一帮追捕 僵尸人呢 这是寡不敌重 原来这些面具人 其实是日本鬼子 其中一个功夫很厉害 给僵尸人打得够呛 关键时刻 那只大蟒蛇又出现了 日本鬼子先逃走 但是僵尸人我们就不知道是死是活了 反正啊 大蟒蛇冲着他去了 之前殡仪馆嗝屁的老头子 是被印度所害 九树呢 要开谈做法 给老头子超度一下 当地人都出来看热闹 这说啥的都有 不过九树 这也不是做法呀 就跟人家老头子说说 好好地上路吧 别听这些流言蜚语 其实九树啊 这是一个计谋 因为当年晚上殡仪馆就发生了事情 没有了打更老头 那群日本鬼子又来了 搬走了好几口棺材 九树他们肯定要出去拦着他们 一场大战就开始了 就在九树和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保安队也都来了 最热闹的是啥呢 大蟒蛇和僵尸人也来了 这僵尸人还能飞 你们说扯淡不扯淡吧 当然了 导演的意思我们都懂 这是为了体现出 整部电影动作方面的用心以及设计 第二天 小镇上娱乐会所有个妹子生病了 大清早让九树去看病 没想到九树还精通复刻 这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九树来了之后 就发现这个妹子是假的 她真是身份是日本鬼子 本来想要抓住她的 结果还是被她跑掉了 真正的妹子已经嗝屁了 所以女领头就带人来调查 看到老板娘那无所谓的样子就生气 没想到老板娘也不服气 说人家女领头 当年和一个小伙子的风月事 在镇上谁不知道啊 九树听说之后就明白了 那个小伙子就是现在的僵尸人 当年小伙子是墨迹校尉 带领日本人去挖古墓 后来和日本人都掰了 他也感染上了阴毒 才像现在这样变成了僵尸人 而那个古墓 九树他们也找到了 毕竟都是看风水的 一看就知道 那条大蟒蛇也是在古墓中的 蟒蛇盆观 谁也别活嘛 与此同时啊 在夜晚的街道 又出现了一个僵尸人 他也是个日本鬼子 是日本商会的会长 也中了阴毒 贼拉的吓人 保安队这帮人呢 都被吓得够呛 所以后来在保安队长的印记下 让九树过去给人看病 九树一开始是拒绝的 谁给日本鬼子看病 后来九树还是去了 并且用了糯米水控制了人家的病情 会长好了之后 就开始要对付九树了 因为他们听说九树对他们不利 所以一帮日本鬼子 明目张胆的抓走了九树 也不经过审判 当时就要枪毙 关键时刻 保安队长硬钢日本鬼子 再有意思 在我们地盘玩的 接下来就是和日本鬼子一场大战 虽然大家都有枪 但是没有开的 拳打九踢日本鬼子不是对手 那个能打的也不行 日本鬼子被打败 天空忽然乌云密布 大家都看天空这咋黑天了呢 其实天气跟剧情 不能说毫无关系 简直就是根本没关系 日本鬼子还要垂死挣扎 结果 僵尸人就给女领头挡了一刀 一开始 女领头还纳闷呢 这人谁啊 我这用到你了 后来听说才知道 这是自己以前 忽然失踪的老乡猴啊 这才难过的伤心流泪 毕竟当时那个年代 保安队长和日本鬼子正面刚 多少有点怂 于是保安队长发布公告 挑起民族气节 说日本鬼子不要脸 想要谋杀九叔 这个时候谁也不能忍呢 日本鬼子这边又弄死九叔的句话 失败了 他们要带着古墓里面的文物先走 但是还是被咱们这些人追上 废话不说了 赶紧打吧 我们都没吃饭的 以后剧组都放饭了 大家专业时间呢 就这样 九叔和保安队 还有跟日本鬼子 又是一场大战 这一次战斗 日门鬼子损失惨重 只剩下会长自己一个人了 他被九叔他们堵在了古墓中 会长还委屈呢 几百年前 我太爷爷的爷爷就来过这里 那时候就被奇门遁甲整得全军覆没 我现在就是来拿回我们当时 没拿走的东西有错吗 注意看啊 九叔这个时候就升华了 放屁 这东西都是我们华下的 犯我中华者 虽眼必诛 会长一看行 那咱们大不了就鱼死网破呗 结果大猫蛇直接出手 会长就挂了 电影呢就结束了 说句实话啊 这部电影真的是烂出天际了 放过英叔吧 别祸祸人家了 求求了 如果还有第二部的话 我要是看的话 我就是狗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妈妈